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Coding迪士尼 这一节我们看一看一个对列的运用 如何利用对列去计算网络流量控制中的 滑动窗口内的最大流量数值 那么在网络流量的控制中呢 我们需要从某一个时间点开始 往回退若干个时间内 计算这个回退之后若干时间内的一个网络流量 那么我们假设这个网络流量和变量m来表示的话 给定的时间点用t来表示的话 那么回退的这个时间跨度就用w来表示 那么这个w呢 我们可以认为给它一个专用名词 叫做滑动窗口的大小 那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时间节点都有一个流量值 那么给定一个具体时间节点之后 往回退w那么多个范围之内 也就是说这一段时间t-w到t之内 那么这里面落入这个范围之内的 这个时间节点的这个流量最大的 这一个节点的值是多少 给一个具体的例子 大家看一下 假定我们的移动窗口的大小为6 那么我们用这个每一个流量点 用这个t和v一对来表示 t表示在某一个具体时间 那么v表示这个具体时间所经过的网络流量的大小 那么给定一个节点 比如说5和4 那么我们就认为是在时间点5的时候 经过这个时间点5的时候 流过的这个网络数据流量呢 是4个单位 那么如果给定的是9和3 那也就是说在时间点9的时候 流过的网络流量是3 OK 那么假设我们给定一个这个具体的时间节点是12 那么如果窗口7大小是6的话 我们看在这个12往前算6个时间单位 算到这里是7 7和12相距5个时间单位 但如果再往前走的话是5 5和12间隔是7个时间单位 这样的话 在窗口7 5滑动窗口大小为6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有这三个 这三个这个网络时间的节点 那么这时候这个在这个窗口之内 这种个的网络流量的最大值是多少呢 显然是这个节点9 显然是在这里面这个节点的网络流量值 它是9 对吧 那么假设我们看一下 如果我选中的时间点是9 那么窗口大小是6 那么我们往回算 那么算到这里是3 3和9之间正好间隔了6个时间单位 所以在这个滑动窗口之内 它的这个流量节点就是这四个选中了这四个 那么这四个中 它的这个滑动窗口内的最大网络流量是多少呢 是这一个节点 7、8这个节点 那么这个窗口之内的网络流量最大是8 对吧 那么如果我选中的是节点 这个节点时间点是7 那么在这个滑动窗口之内 也就是6内 它的这个里面包含的这个时间节点是这四个 这四个时间节点 这里面网络流量最大的是前面这个节点 所以这一个从时间点7开始 在滑动窗口为6的这个时间段之内 它最大的网络流量就是这一点的流量 就是10 OK 那么前面5和4 由于前面已经没有了 所以只能包含三个节点 所以最大的网络流量也是10 那么以此类推 OK 那么这样的话 也就是说当我们给定一个数组 存储了这么多个 那么这个数组呢 里面存储的就是这种时间点和流量 就存储的这个就是流量节点 流量节点就是用T和V来表示 那么假设给定一个数组A 里面存储的都是N个流量节点 并且保证这个流量节点呢 在A中是以递增的次序来排列的 也就是说这个 A数组里面存储的流量节点呢 它的时间呢 都是递增的 像这个像我们这里面举出的例子一样是递增的 OK 那么要求你给出一个算法 计算这个A中 然后给定一个这个移动窗口的大小 让你计算这个数组A中 每一个节点在滑动窗口内的最大网络流量 OK 这就是我们这一节的主要问题 大家可以想想一般怎么做 那么我们显然想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 在这里面拿到一个节点的时候我们往回退 退 然后一直算算到回退的节点 这个回退的节点 一直回退到这个节点跟这个最终节点 它的差值接近这个滑动窗口大小的时候 那么再从这个 再从这个网络窗口里面找到流量最大的这一个节点 所以如果给定这个节点是12的话 我们往回退一直退到5 一直退到7 因为5的话已经5的话和这个12之间的这个差距是7了 所以已经超过了这个窗口6 大小6 所以这时候我们往回退的时候退到7为止 然后再计算这三个节点中的最大流量节点 那么得到的是9 那么给定窗口9的时候 时间点9的时候 我们再回退 7 5 3 OK 得到的是4个点 然后再计算其中最大的一个就是8 那么给定7的时候 我们再回退 那么就得到的是7531 然后在这4个节点中我们再计算最大的一个点就是8 那么也就是说在最简单的这个做法之内 我们始终就是给定一个节点之后 我们就是老老实实的往前回退 回退到一直找到这个窗口7之内的所有节点 然后从这个所有节点之中找到这个网络流量最大的那一个 那么这一个网络最流量最大的这个节点呢 就是给定窗口7内的最大网络流量了 这是我们最简单的做法 但是这种做法的话 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每一次拿到一个节点的时候 要往要往这个前面回退 那么往 那么在最差的情况下 我们要便利他前面所有的节点 比如说如果这时候我的窗口是这个 把6改成这个12的话 那么这样的话 我要往回退到前面 一直退到最顶这个节点 到9的时候 我也要往回退到前面最大的最前这个节点 到7的时候也要往回退到最前这个节点 那么按照我们现在这种做法呢 我们的时间复杂度呢 就是这个ON的平方 因为我每次计算一个节点的这个窗口7内的 所有节点的时候 我都要回退便利前面所有的节点 那么最差的情况之下 我都要便利的 我最差情况之下 我要把我当前节点 前面的所有节点都便利一遍 这样的话 整个这个每一次便利 第N个节点 我要便利最差情况 可能要便利N个节点 那么数主动导数第N-1个节点 那么他要便利前面所有节点的话 就是N-1 那么一直加起来的话 就是得到的是复杂度 是ON的平方 OK 那么这就是一个简单情况下 我们给出的做法 那么现在问题就是 我们要看一看 有没有比当前这种做法 更好的办法 那么大家可以把这个视频暂时停一下 然后思考一下 有没有好的做法 OK 如果你想过的话 我们就继续往下走 大家看一下 假定我们现在有的是这样的一个 这个A数主台列的节点 是这样的 OK 那么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 能够快速的去计算每一个节点 他这个 给定一个指定节点之后 能够计算这个窗口器为6之内的 这个最大网络流量呢 大家发现 我给定这个节点的时候 我要往回退所有的节点 那么如果给定第二个节点 我又得往回退 大家发现 这两次回退之中 他肯定会便利一次重复的节点 比如说窗口器是6的话 那么在10点12的时候 我要回退到点7和8 在9的时候 我要回退到3和1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7和8的节点 这个节点呢 是这两个 是节点12和节点9 两个窗口器 两个窗口器之内的一个重复节点 所以有些节点就做了一些不必要的回退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能不能想办法去把这些不必要的回退给 把它给这个节省下来呢 我们接下来要这么做 首先呢 我们 首先呢 我们用两个指针分别指向 首先一个指针叫10大 指向这个最后这个节点 然后第二个呢 我们用第二个再另一个指针叫m 也指向最后一个节点 然后我们这里面要有两个对列 一个对列叫做working query working query 好 一开始的时候是空 然后有另一个叫做max query 有两个备用对列 那么这两个对列呢 都是用来存储这些节点的 那么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这个m和star都指向最后这个节点 紧接着我这个m呢 根据我这个m指向的是当前要找的这个节点的 这个移动窗口的节点 那么我这个m往回退 那么一回每退到一个节点的时候 我就算一下这个节点 是不是在这个呃 是不是在这个m指向节点的这个窗口7之内 star回退到这的时候是9 ok他还是在窗口7之内 好我们继续回退 回退到这里面7和8 这个时间7和时间12 他还在这个窗口7之内 然后继续回退 回退到这里是5 ok大家看回到这里的时候5 5节点这个时间点5和时间点12呢 他们之间的这个距离是7 7的话就大于这个滑动窗口6 所以这个style要5回来 那么这样的话 我这个star呢就找到了star和m呢 就找到了这个 star和m这两个节点 这两个指针指向的这两个距离 范围之内的所有节点呢 就是这个m节点所在的这个窗口7之内的 包含的所有节点 ok 找到了这里面之后 我们要算另一个值 大家看 那么star从这里 退回到这个里 大家看这个star往回退了几个节点 退了一个节点 两个节点 三个节点 所以我们要用一个 一个变量count 来记录这个star回退的这个节点数 那么这里面star从这个12 回退到这个7 所以他回退了三个节点 ok 回退了三个节点 然后接下来怎么做呢 从这个star开始 那么把它经过的这个count的节点 加入到这个working会 加入到这个堆列里面中 那么怎么 那么这个加入呢 不是随便加入的 那如果看过以前 记得我们这个 球堆战的这个最大元素的 球堆战中 球堆战中最大值的那个算法的话 大家就可以有印象 我们应该怎么加入这个节点了 那么加入这个对立的时候呢 这个working会如果是为空的话 我们就直接把这个star指向的节点 先加入对战 是7和8 ok 大家看 star这里是7和8 然后这个count 这个时候减减 变成2 2的时候就 然后这个 然后接着走度到下面这里 这个节点 是9和3 但是如果加进来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做一个判断 那么如果当前要加入当前这个节点 那么当前这个节点 如果比我们这个working queen 这个对列里面这个尾节点的流量还要大的话 我们才能加进来 如果要小的话 我们就不加进来 大家看 这时候7和8加进来了 接下来要加9和3 但是节点9和3 它的流量是3 比当前这个working queen的这个末尾的 这个尾节点的流量8要小 所以这个3就不加进来 最后 这时候count再减1 还剩1 这时候我们再加 我们还需要 由于这个count不等于0 所以我们还需要再往前加入一个这个节点 这时候节点是12和9 那么加入到这个working queen的时候呢 我们还要判断一下 当前这个节点 它的流量是不是比这个working queen的 这个末尾节点的流量要大 那么节点12 时间点12的流量是9 这时候这个working queen的这个末尾的流量是8 那么9比达大 所以这时候我们要把它加进来 变成12和9 OK 变成12和9 那么到了这一步之后 那么我们start和m呢 指向的是一个滑动窗口内的所有节点 到这一步的时候呢 我们加完节点之后 我们看一下 如果这个max queen是空的话 我们就把working queen里面的这个内容 提交给这个max queen 这样的话 由于当时这时候max queen是空 我们就把这个里面的内容提交给这个max queen 然后把这个working queen设置成那 那么接下来呢 这时候我们怎么得到这个12节点 在这个滑动窗口器里面的最大的这个流量值呢 我们只要看这个max queen的末尾节点的这个节点的流量值就知道了 大家看 现在这个12和9 那么这时候max queen末尾节点的流量值是9 所以这时候我找到这个节点12的这个m12的m12的这个值呢 m12和9m12这个点的值呢 它的最大流量呢 就是9对吧 OK 因为我走到的是这一个走到的是这一个啊 走到的是这一个因为这个max queen末尾节点的这个流量值是9 所以我们每一次找这个最大的流量的时候 我们就到这个max queen去拿到这个末尾节点 末尾节点读到它的这个流量值 这个流量值就是当前滑动窗口之内的这个啊 所有的这个流量最大的这个啊 滑动窗口之内流量最大的那个值 做完这一步之后 这个start再往前退一格 然后这个m往前退一格 然后这个m再往前进一格 OK 往前进一格 往前进一格的时候再看一下 那么m原来指向的这个节点 跟这个max queen当前的这个 以这个max queen当前指向的这个节点呢 呃 尾节点是不是一样的 如果一样的话就把这个尾节点给去掉 OK 这时候大家看 原来这个m的节点是12和9 那么现在这个max queen这时候指向的节点是 也是12和9 所以我们要把它给去掉 OK 这个m走过来的时候 要把这个尾节点和这里面这个原来指向的节点 相比较一下 如果是一样的话 要把这个五节点给去掉 OK 去掉了之后 这时候我们指向 m指向的是9和3 然后m往前移了一位 start也往前移了一位 这时候我们start再往回退 往回退的时候呢 要判断一下 再去判断这个 呃 回退的时候呢又要去计算这个回退到的节点 跟当时这个m所在的节点 是不是在一个冲口器之内 这时候start再往回退 我可以大家看 start往回退的时候 这时候原来这个 呃 这时候start往回退的时候 原来start在这 那么这时候往回退一个之后 哦 原来是start在这 那么这时候呃 这个m往前走了之后 这个start也要往前走一次 那么这时候呃 m挪到这start到这的时候 我们这个start再往回退一个 然后回退了之后 哦 原来是这样的 start在这里的时候 我们先判断一下 这个start和这个9 是不是呃 是不是处于一个这个冲口器之内 由于9-5的4 他们处于冲口器之内 所以这时候这个start还可以再往回退 这时候再往回退 退的时候是3 遇到3的时候 再判断一下 跟这个m所指向的节点 他的他们是不是在一个冲口器之内 那么9-3得6 这时候发现他们确实是在冲口器之内 那么start到这里的时候 这里面走过了几个节点呢 走过了一个节点和两个节点 这时候count就是2 对 count就是2 然后再根据原来的这个 前面我们讲过的这个规则 把这把这个start经过的节点 再加入到这个workingquay里面去 那么这时候start指向的节点是三合一 那这时候workingquay呢 又是空的 所以我们直接把三合一加到这里面来 OK 然后把这个count减一 那么还剩一个元素 也就是说我们还需要再加入 再把一个节点给加入到这个workingquay中 这时候start前面的节点是5和4 那么节点45和4 他的网络流量比当前这个workingquay的末尾 结点的流量大 所以我们这时候把它给加起来 OK 就变成是5和4 OK 变成是5和4 好 那么到这一点的时候呢 我们发现 这时候workingquay里面呢 和这个maxquay里面呢 他们都有节点 那么这时候还是这样的 如果maxquay和这个workingquay都有节点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 那么当时这个窗口的这个最大网络流的节点呢 仍然是maxquay里面的尾节点的这个尾节点所在的 所对应的这个网络流 那么这时候maxquay往这个尾节点是7和8 他的网络流量是8 所以这时候当我们时间点是9 在这个滑动窗口之内 他的这个网络最大流的值就是8 OK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找到了一个 这个是9的时候 他的这个是哦 这里面得到的这个w是6 窗口是6 9的时候是6的话 这个值呢 就是8 OK 这时候做完了之后 这个m往前走一个 往前再走一个 那么这时候判断一下 他们是不是在这个网络窗口之内 这时候滑动窗口之内发现不在 对吧 这时候star不在 那么这时候k呢 这时候k原来是0嘛 这时候k发现他们不在 这个时候k就要下1 那么然后再把这个star往前挪 OK 这里挪到一个节点之后 再判断一下 那么star和n指向了这两个节点之间 他们的这个时间差距 是不是在这个窗口范围之内 这时候他们的时间差距在窗口范围 他们之间差距是6 正好在窗口范围之内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这个count就再加一个 就变成2 那么以这时候star走到这的时候 前面已经没有节点了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就要把star经过的节点 加入到这个warding对列 那么star经过了哪一个这个 哦 原来这里是三和一 写错了 那么把这时候star经过了哪两个节点呢 经过了这个节点和这个节点 呃 这个时候 三和一 三已经在里面了 三 这时候那么三和一原来在这个是在这里 是这个star指向的是节点三 那么我们这时候节点三 由于已经加入到这里面来了 那么如果想要再加入在这个加入到这个warding query的话 我们还是得判断一下这个 哦 原来这个star 哦 不好意思啊 刚才写错了 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是在这个三和一 这个n是在这个9 n是在9 那么计算完之后 n往前挪 这个star也要往前挪一位 也要再往 哦 在这里面的时候 要判断一下 9的时候 在7的时候 n指向7的时候 star在这里面 所以他们这里的这个节点 他们仍然是在这个移动窗口的时间范围之内的 所以star要再次往前走 要再次往前走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con呢 实际上应该是这个 实际上应该算是1吧 算是1 这时候呢 这时候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呃 这时候我们再看一下 这时候star指向的这个节点呢 是正好跟n指向的节点 在同一个窗口7之内 所以这时候我们要把这个star经过的节点 给加入到这个working会之中 这时候star的这个节点 实际上是1和10 要加入working会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做一个判断 当前要加进来的节点呢 是不是比这个working会末尾节点的值要大 如果大的话 那么我们才能加进来 由于这时候节点是1和10 那么比当前的这个末尾节点的这个值4要大 所以我们就把它加进来 加进来就是1和10 好 1和10 那么加进来的时候 我们需要做一个判断 如果我们加入working会的节点 这个加入的节点的网络最大值的这个网络节点的这个流量 比这个max会末尾节点的流量要大的话 我们要把这个max会给清空 把它给清空掉 这时候我们加入的节点是1和10 那么把它给清空掉之后呢 这时候由于这个节点流量10 比这个max会末尾节点要大 末尾节点要大的时候 要把它给清空掉 就清成了浪 清成了浪之后呢 当这个max会是浪的时候呢 我们要把这个working会的这里面的这些节点 全部转移到max会里面去 所以这时候我们要再次把这里面的节点 全部拿到 然后这里面把它给挪到这个max会里面 这时候这个working会呢就是那 working会是那 这时候再找这个当前m节点的这个窗口7 内的网络最大流量的时候 只要找max会最后这个节点的这个网络流量就行了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得到m的这个7 在冲口6之内的最大流量只是10 ok 那么后面呢 由于已经10代就不能往前走了 没有增加了 所以这个m就可以直接再往前走 往前走了之后 然后再看这个max会的五一节点 再看这个max会的九一节点 原来是10 所以这时候我们又得到m的这个5 在冲口节点是6的时候 它的这个最大流量才是10 同理我们在m再往前走 m再往前走 这时候因为这个style就不能回退了 这时候走到的是3 那么这时候这个max会最后的这个节点 它的流量仍然是10 这时候我们得到的就是3 和窗口6之内的这个最大流量还是10 ok 最后再往前走 m再往前走 走到这 那么这时候再看到这个max会的这个末尾节点 所以我们得到一开始最后这个点 开始这个点 它在滑动窗口6之内的点 它的流量也是10 这样的话我们就找完了所有这个节点流量 找完了所有节点在滑动窗口7 6之内的这个最大网络流量 那么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m呢 往从这末尾移到这里面来 移到前面 10大也是从这个末尾移到前面来 那么如果不讨论这个加入这个 把这个节点加入到这个对列里面的这个操作的话 大家可以发现我们这个算法复杂度 就是这个m从末尾便利到前端 再从再从这个10大 指针10大也是从末尾便利到前端 所以在这个指针这个指针10大和m呢 分别对每一个节点都便利了两次 那么有一次入战的时候呢 把这个10大和m之间的节点呢 再加入对战 所以加入对战的时候呢 这个节点又再次便利了一次 这样的话我们这个算法呢 在每一个时间点之内都只便利了这个节点 就是在整个流程之内 每一个节点都只被便利了最多不超过三次 所以我们的这个时间复杂度呢 就是3乘于n n呢就是这个整个这个数组的元素的长度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算法如果正确的话 我们就得到了一个线性时间之内 算出每一个这个时间点在移动窗口之内的 这个网络流量的这个最大值 ok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一看去证明一下 这个算法的正确性 好 我们大家接着大家可以歇一下 然后我们接着继续往下走